大家好,这里是环球洞察,观看前有一个小请求,日更不易,请大家订阅支持本节目,您的订阅是我们最大的动力,本期精彩看点。 近日,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称,民进党当局正式签署协议,从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F-16战斗机。 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,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年前获得一份台湾订单。 根据军售合同,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网站正式发出批准对台出售66架F-16V战斗机的公告。 台当局于去年10月通过F-16V战斗机特别采购条例,经费上限2500亿元新台币。 国会山报指出,这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,此举预计会加剧中美两国间紧张关系。 值得注意的是,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今年发表声明称, 美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提供爱国者三导弹重新认证的设备与技术,总价值6.2亿美元,主要承包商同样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。 中国外交部随即采取反制措施,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。 从军购角度来看,台湾真是下了血本,下定决心要以武剧统了,但是仅凭从美国采购的这些武器就能打赢大陆吗? 实际上,包括蔡英文在内的台湾政客心里都清清楚楚,所谓武力捍卫台湾,就是给岛内大大小小头目们争取逃跑的时间,至于什么与台湾共存亡的鬼话,恐怕没有人会信。 今天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,台湾是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房屋上,不管他花多少钱,对抗大陆就如同皮肤汗术。 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。 中国国家统一、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。 说白了就是台湾那点军力根本不够解放军打,把台独希望寄托在外国势力上更使白日做梦。 解放军这次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,预示着针对台湾岛的军事行动将是南北并进,指导黄龙。 如果说以前台湾当局认为解放军将一口一口吃掉台湾军事抵抗力量,那么,将来就是一口吞掉,这是两岸军事力量差距不断拉开后的必然趋势。 绝不会因为台湾当局向美国购买几架战机、几艘军舰、几架无人机、几颗导弹就能改变。 台独唯一希望就寄托在美军身上,从国民党军队败退小岛开始,台湾省这种思维就没有改变过。 所谓捍卫共同自由民主价值观,只是自欺欺人的谎言,当然。 谎言重复几百次后,岛内也有人会当真。 台独势力和美国,都存在同一个问题,就是恪舟求见。 他们不是看不到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,而是不愿意去面对。 台湾当局仍然继续着对祖国的仇恨教育、封闭教育,如果说与两讲时代有什么不同? 那就是多了去中国话教育。 直到今天,台湾媒体抨击大陆民众为官方便面,欺人吃一碗科仔面线,买不起茶叶蛋,吃不起榨菜,深圳没有WiFi等等,奇谈怪论仍能变着花样登上主流节目。 前几年,台南乡民还有人认为大陆是穿古装的。 这些言论是为了让台湾民众得到满足感,无论大陆现在有多发达,都不能让他们察觉到。 另一方面,台媒无限夸大台湾军事力量,比如,雄三飞弹专案总工程师张成2016年就说雄三飞弹世界第一。 到2019年,雄三飞弹已经无所不能了,进取浙江广东,远诈三峡大坝,电视上经常可见一些演员们在那一斗一捧,一惊一乍的表演。 台湾民众在心理层面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占有空中军事优势的阶段,并相信优势仍然存在,并一直延续下去。 美国方面,无论在香格里拉防务会议上,还是在五角大楼内部,美军对解放军军力发展是时刻关注的。 但美国有不少政治领袖,对中国整体力量的认知,还抱着冷战思维,他们不想热战,却执意重启冷战。 美国对冷战的执着,必定体现在对台政策上,冷战意识越严重,美国给台独的鼓励就越大。 蓬佩奥的言论与卫生部长前往台湾行为相互呼应,美国这种将台湾往死路上推的做法,台湾当局非但不知死活,而且正在为蓬佩奥发出的信号而激动。 和平统一,当然是最好结果,尽管比武力统一过程要漫长许多,中国人不打中国人,但那些台独分子现在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吗? 武力是国家统一的保证和后盾,蓬佩奥不妨讲讲,那四年美国的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普世价值在哪里? 这些根本不是美国联邦政府当时要考虑的事情,美国自己得到了国家统一的益处,处处大讲爱国主义,却在全世界破坏别国的统一,甚至帮助别国的分裂势力。 为什么?这跟民主、自由有什么关系?这只跟美国维持霸权有关系,岛内分裂势力如果以为出现了台独的历史时机,从而铤而走险。 捆绑整个台湾社会一条道走到黑,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,解放军在台海军演通常是两岸关系恶劣的时候,蔡英文当局应该思考两岸关系。 马英九强调,过去1995及1996年李登辉访美就爆发台海危机,冲突风险升高,他认为两岸关系越恶化,台海就越危险。 马英九说,解放军在台海这种情况,在他任内绝不会发生。如今,解放军又打算在台海进行军事活动,蔡英文当局要有所思考。 几天前,马英九曾发表首战集中战,也在岛内引起极大讨论。马英九日前以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为题发表演讲,他表示,一个领导如何看待可能发生的战争是至关重要的问题。 蔡英文先前受访时提到,如果台湾受到攻击,大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,台湾若承受第一波攻击,希望世界各国救援台湾。 但马英九认为,大陆攻台战略是首战集中战,台湾没机会等美军支援前线,在美军根本不可能来。 对此,解放军中将王洪光表示,蔡英文自从携817万选票在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,已经忘乎所以,开始为所欲为,近期似有走火入魔的动向。 不知危机将至,而马英九近期拼命喊话蔡英文,蔡英文显然是听不进去的。 蔡英文现在的处境是瞎马临迟而不自知,只要再往台独方向走,下一步就要自由落体粉身碎骨了。 蔡英文认为自己高票当选,台湾民众都是台独或倾向于台独,支持她搞分裂活动。 美国从政治、法律、外交、军事方面对台做出的种种举动,让蔡英文当局信心大增。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问台湾,把美国台湾勾连推向一个小高潮。 蔡英文对美国还有更大的希望,认为特朗普政府不会让她失望。 美国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蔡当局推到悬崖边,有句话说得好,欲求死亡必先疯狂。 特朗普已经疯了,蔡英文也快了,这次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及其两端的各军种称体系,多方向实战化的联合演练,已经让马英九感到黑云压成大军僵致的危机。 如果还不能警醒,蔡英文就真没救了。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,美国还会继续挑衅中国,台湾当局打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大增。 台湾有这个资本吗?准备好了吗?真要与大陆对抗吗?想好了,否则枪炮一想就没有回头路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,以上是网友的不同观点,您的观点是什么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,感谢大家的收看,欢迎点赞订阅和点击小铃铛,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和意见,我们将给您带来精彩的世界时事。